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機 這個手機的 其實是怎樣弄出來的 我想你特別是講它的材料 尤其是如果你想做到很輕巧的時候 要用到什麼的材料 那不要只說手提電話 其實就算你是傳統的電腦 或者很多做電子元件的人都在想一件事 我可不可以盡量運用一些很輕的 但是導電性能千變萬化的材料 來做我想做的東西呢? 大家就很喜歡打碳的主意 譬如碳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化學結構 有些導電性很好 有些就可以做到有很漂亮的半導體的一個材質 也有些可以做到非常堅硬 其實就分別說你是石墨的狀態就導電 你是鑽石的狀態就很堅硬防刮 還要透明 如果你是做到一些其它形狀 譬如一塊很薄的石墨烯 它拿來做運算那些潛質也有很多 甚至乎它自己的堅硬程度也都很不錯 我們今時今日看到那些電話可以做到一些叫接螢幕 可以兩邊對接 可以接很多次那些 你都有賴這些新的材料 還有牽涉到可能石墨烯技術的 所以能夠將一些的元素 尤其是碳或者不一定是碳都可以 你能夠將這些元素初原禁扁 不只是當是泥膠那樣做 你喜歡做到它二維就二維 喜歡做到它一維就一維 喜歡做到它三維就三維 喜歡它的結構處 自己想要什麼就想要什麼 那都是一些材料科學家 還有化學人 甚至乎物理學、電子學的人 都很夢寐以求的東西來的 但是除了碳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金屬可以做得那麼薄的? 其實這個數就每樣大家都想試 譬如說碳是這樣的 另外我們知道現在做的晶片技術很需要的 就是把silicon值都可以希望 我們做得那麼薄得那麼薄 喜歡做到一張紙的一張紙 是不是? 還有沒有其他稀土的都可能不會 但是這個禮拜就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有人把黃金都做到它 不是一張紙那麼薄 我只是說的就是說 只有一層原子那麼厚 只有一層二維的黃金 就有人做得出來的 就是一粒? 是啊 你想像一下就是在這個平面上面 上面我就純粹把那些黃金的原子 你就當成一粒粒波子那樣 就把它二維的鋪成一層而已 整張東西你可以想像就是 金薄我們知道可以壓得很薄 有些人一搞它 你給我壓力 它就很容易壓得很薄 你用人手去壓 你壓極它都有幾十個原子那麼厚的 就是說如果說世界上做到最好的 就是用金薄來做實驗 那個有一個很出名的就是 去找原子結構的那個盧失覆實驗 就是要用一塊很薄的金薄去做的 甚至乎今時今日你說黃金 它在那個實驗儀器裡面來講 它是一個可以幫你做到一個很高靈敏度的一種材料 所以很好用 但是當然你就會想 最盡最盡我們能不能夠掌握技術 只是做一陣子呢? 只壓壓壓不了的 有沒有一個方法真的可以做到 只有一個原子那麼厚的黃金金薄呢? 我們就拿出來說就是剛剛這個星期的消息 終於有人能夠弄出來了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就要這樣說 不是為玩而玩的 如果你看回這個研究本身 它當初沒有想過要這樣做 就是這個能夠弄出一塊這樣的金薄 不是他們很努力想達到的目標來的 他們原始是想做另一件事的 但是結果他們在中間的過程裡面 不小心開發到這種技術出來 所以是一個意外來的 這些意外在那個物理做實驗的時候 很多這些很令人驚喜的意外 其中有一個當年很少數能夠 既拿過正式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是也拿過搞笑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那位人兄 我們有介紹過的 他當時就是玩一些很無意之中 是純粹為了玩東西去做的 因為他很辛苦想想一下 怎樣可以建立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來幫他拿起一層 只有一個原子那麼薄的一些石墨烯 就是那些石墨烯其實就是一個二維碳的結構 但是呢 凡是搞這些二維結構的人 我夠膽寫包單 全世界都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東西會鑽上一塊會巢了 那你弄到一層的東西 OK? 但是最麻煩那一層東西是一個原子那麼厚的東西 你不要理會是黃金好還是碳好還是其他東西好 或者是其他的罪合物都好 可能是塑膠的 原來是塑膠罪合物 只有一層而已 往往那些東西呢 你想拿起它那一層的時候 或者你就算你不碰它 那個環境多些干擾呢 它就會自己拿著走馬一塊 尤其是當你那層東西本身呢 上面是有一些不均勻分布的政府電荷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出現一些這樣的情況 包括黃金 它都有面對這個這樣的情況 很容易自己走馬一塊 容易到一個位置就是什麼呢? 你想找一個夾來夾起去 找些東西浪一浪去 找些手指碰一碰去 只是你的手指還沒碰到它的時候 那些靜電已經令它巢了走馬一塊 所以變成這些東西呢 難弄 或者你很辛苦弄了之後呢 很難保持 很難去處理 那搞這些石墨稀的人為什麼這麼聰明 其中一些就是 他原來想到一些很好的方法來 將它怎樣製造去製造得很完美 還有怎樣可以把它拿來沒來沒去 可以發明一些的方法出來 那這裡我講遠了 這次黃金這件事情 他就是說 你就算弄了一個很薄的黃金出來 它很容易走馬一塊的 那究竟怎麼弄出來呢? 但是原來有熟悉 這些研究的人就說回 雖然你弄了這麼薄的黃金出來 不是沒有用的 而是很有趣的說 現在我們這次發覺 這個只有一層原子這麼厚的這個黃金 它竟然呈現那些性質 是跟它三圍結構是很不同的 普通的黃金我們知道一塊金屬 而且導電性很好的 那些稀有金屬通常的導電都很不錯的 所以你那些這樣的電子零件裡面 有黃金啊 有這些白金platinum那些呢 就非常之理想的 但是貴的嘛 所以不用得多少 最後你如果大量用的 你要導電的話 就用銅了 因為銅是便宜的 黃金一個完整的三圍結構 我們喜歡用它是用它的導電性 但是原來將它壓到一層二圍結構的時候 它會有些半導體性質走出來的 是有些平時在三圍的時候 看不到的結構出來的 這個你就要了解它那個原子上面的自由電子 怎樣排列 為什麼會不同呢 就是你都想像到就是 那些東西你將它強硬迫在一行排隊 還有你給它自由地走的時候 整個流動性很不同的 就是不要說金屬的原子 人都一樣 是不是? 我迫你只在一行排隊 它和你可以攤掉到處亂走的時候 整個人流的流動性是很不同的了 那放在這些這樣的導電性的時候 整個導電性的電的流動也都會很不同的了 所以你能夠做到一些二圍的東西 你去開發到一些這樣的二圍的 就是將那些物料全部放在二圍的技術 你往往會發現到很多新的特性 而這些新的特性可能會令到你 在那些建立到一些新的原件是很有用的 而且二圍結構的東西一定輕巧的 因為它薄的 用料是一定少的 但是要求你能夠做到它的技術就是難的 那如果能夠給到一些新的一些這樣的特性給你的時候 你就變得多了很多新的花款去嘗試玩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一直都有人去嘗試去研究一下 怎樣做一個二圍的黃金就是這個意思了 你覺得以前的流動電話有多厚? 哇 大哥大水壺 是不是? 可能用水壺的時候已經聲稱做到很輕巧的了 那個電話水壺好像都有兩、二點多公斤的嘛 你記得當時有萬子糧買過一個廣告嘛 是呀 是呀 放一個暗袋子 是啊 可以放一個暗袋子就已經很厲害了 你也需要有萬子糧這樣的噸位 如果是陳志宏那樣的話 你放一個電話的時候 就算是放萬子糧那一部都會覺得了 他當時不太肥啊 他穿件西裝的 那他也有上下紮實的嘛 是不是? 好啦 我們說一下怎樣做法 是啊 那這個又要說回他的故事 我們之前說的就是他是意外地去發現的 那本身去研究那個物料就不是 不是想去找怎樣做一層黃金的 而是去開發那個材料 現在台長展示了一個圖的時候 其實就說他的實驗那個scheme是怎樣去做了出來的 他首先做的那樣東西呢 那樣東西是有些 譬如是鈦金屬 還有有些籍在裡面 他就將一些有鈦金屬的一些化合物 用來去夾著一層這樣的silicon 這些籍 我猜在這裡就是說 你做席的這件事的時候 相對比較容易就做到只是這樣夾著一層 就是比較容易去搞它 但是呢 他們做多一個手續就是 他們有能力做到這些用鈦金屬夾著一層這樣的席 二圍的一層這樣的席的這件事呢 他們可以再玩一玩去 就將裡面的那些席換走了 就剃了那些黃金下去 就好像你弄好一個三文字 一開始你是弄豬柳漢堡的 但是現在呢 我就偷天換日 把裡面的豬柳變成魚柳 OK 這樣夾了第二樣東西下去 然後呢 我最後才把那個三文字的 上下那兩塊麵包皮去散走了 那剩下來的那一層呢 只有一個原子那麼厚的那層黃金就是在這裡 那就是說呢 整件事沒得說呢 它自然去形成 去給了出來的 就是說如果不是用這種技術 以前的人是用什麼方法來去弄這麼薄的黃金啊 那開頭最天真的就是找一部機壓 是不是? 但是壓極都有個厚度的哦 好啦 不用壓的 因為壓到差不多了 你隨時的東西也是 你壓那件的機器呢 會是令到那件很薄的東西都很容易去破壞 不是那麼容易壓到很薄的 所以有個極限的 那於是有些很聰明的人就想了 我們做一些叫做CVD的技術 現在都很流行的 就是你將那些黃金氣 就是將你想要的東西氣化了去 讓它自動鋪到一個平面上 那鋪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很薄的了 那通常用這些技術呢 你都會鋪到呢 可能是幾個原子那麼厚的東西 就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你如何控制到它是一個原子那麼厚呢? 而且還可以結成一個很有規律的一個晶體結構呢? 那就是這些呢 用一些氣化的那些這樣的技術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東西來的 所以這次這個你聽起來好像匪夷所思 但是原來在一個原子那麼小的尺度來講 你就是需要用一種這樣的技術 最初找一些其他的物料幫你夾著 夾一件東西下去 然後將那件東西洗走了去 換你想要的東西下去 就是有了這種技術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上下那兩層那些鈦金屬發酵物呢 它是能夠預備好一個很整齊的晶體結構 虛毀以待等你的黃金坐下去 令到你最後那層黃金 最後出來就是一個很穩陣的一個結構在那裡 就是有一點點像你買波子企的那個旗盤 上面那些洞洞就是一個個位置 準備好等你的波子乖乖地坐在那裡 最後出來那些東西就很整齊 是不是? 然後當然你要想想想有什麼方法 就是可以把原本的一層你不想要的材料換走去 換了你想要的黃金下去 最後你就可以做了一個這樣的 泰金屬化合物的三文字 裡面就有一層很整齊排列的黃金 一層就在那裡 然後你就再找其他東西下去 去吃走了那兩層麵包皮 那你就只剩下一層的這些黃金在那裡 其實由他們這個研究小組 就第一次建立到這種這樣的實驗手段 這種制式來去做一層的黃金 在他研究這些過程來講 他是無心插柳扭成蔭 就是他原先不是為了去做這件事 但是不小心他就為了做這個 只是以為的黃金 這種這樣的就建立了一套技術在那裡 而這件事本身也都是暫時未知有什麼用途 但是就是說如果他是講到 最後出來那一層的黃金 是會有一個獨特的特性是似半導體的話 那我就可以說他在這個實驗裡面 照計也可能發現了一個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黃金這個原料 他可以有什麼應用 那我們看一幅圖 是不是剛才你說的那樣東西 這個上面就是三層的 一層二層三層 原本這個是silicon來的 是的 就將它變成黃金 這個就是黃金 是的 用黃金來推走了 來去將那些silicon推走了 就讓你裡面夾了一層黃金 而那層黃金最後會很整齊排列的 接著不要藍色這兩個層層 是的 就是現在你說的最薄這層的黃金 是的 是的 你都驗證了就是說很容易炒 很容易就會走一塊的了 那所以你說這塊 就是弄出來的那層東西 怎樣是很容易地弄到很大塊 和弄到它的結構很漂亮很穩定 和不是那麼容易接呢 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那我記得很久之前 以年計之前的科學生資有介紹過的 就科學家是很致力地去想一些方法 怎樣能夠燙直那些石墨器的 那只是這件事都不簡單的了 就是當時是講到就是 你沒有可能找些東西和它直接接觸的了 但是原來就說呢 將它這塊東西 不停地從一個表面搬去第二種表面 就是那種表面是一個很精心設計過的 另外一種材料 就有助於它將那些咒接攤開這樣 那這裡順帶一提就是說 玩這些叫做二維的原子化合物的這些物料呢 都是其中一項在這些叫做半導體工業啊 或者是一些叫做量子化學啊 和整個材料科學呢 就物不可分的一些的技術在那裡了 那最後你猜它那個實際應用會在哪方面呢? 現在暫時看我都看到它在做一個電子運算的原件那裡 有一個這樣的潛質在那裡了 那它說它呈現了一些半導體的特性 那具體它的半導體特性和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半導體 那個差異在哪呢? 會不會有些是達到一個地步是其它物料給不了的呢? 那這個就暫時我自己不清楚 那我想都是它們其中一個研究的題目來的了 好,我們這次要結束,我們下次再回來吧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那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呢,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就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 就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那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那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那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那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幾圖 對不起